8月21日,由中国移动香港、中国移动广东、澳门电讯和广东省通讯行业协会四间机构共同倡导的大湾区5G产业联盟在香港正式成立 5G联盟将加强粤港澳高清技术企业紧密合作、推进产业协同发展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群 共同构建、资源分享、互助共赢的5G生态,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智慧城市群的创新发展,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与四间机构代表出席成立仪式 梁振英表示,近一年来,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透过广深港高铁、港珠澳大桥及连堂口岸等基础建设项目加强了联系 而5G技术也是协助大湾区内互联互通的重要手段 大家成立这个大湾区5G产业联盟,我们有两个跨越,一个是跨越地位 香港、澳门和广东的9个大湾区城市如何合作,这是跨地位夹作 另一个就是跨产业夹作 通讯也是互联互通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所以在有了5G技术,有了5G的应用之后,我希望香港、澳门之间 香港、澳门的两个特区和广东9个大湾区城市之间 能够做得将connectivity这个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大湾区5G产业联盟荣誉会长,中国移动香港董事长李峰表示 4G改变生活,5G改变社会 已经有80个来自大湾区内各行业的公司加入联盟 他对此感到无比振奋 联盟将促进产业集群发展,在全社会推广5G技术 同时也会为青年创造新的工作机会,助力有志青年梦园 5G家的时代,不仅为产业与城市带来变革 也为当代青年带来新的发展的空间 5G家将对未来的科技与产业产生巨大的变化 对青年来说,自主创业是自主创业的绝佳的机会 我们联盟将通过举办比赛、浮华项目等多种形式 搭建发展创业的平台 帮助有志于持的青年人实现自己的梦想 让青年人看到未来的希望